有请第一位选手 徐宁 女22岁辽宁人 鲁迅美术学院本科 公益美术专业 土雷老师好 各位老板好 我是徐宁 双人徐 宁静的宁 我来自鲁迅美术学院 然后我的专业是公益美术 我主修的是陶艺 兼修一些修漆 四网印 玻璃 染汁 还有金属与首饰 所以我在整个手工这方面的话 各个方面其实都是有设计的 然后再一个呢 是我对整个这种手工方面的手作 比较感兴趣 然后手绘呢我也比较擅长 然后希望能找那种插画师 或者是手工培训师这方面 但是其他的工作的话 就是我也可以就是试一下 然后谢谢大家 土雷老师 我特别喜欢您的就是节目什么的 所以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谢谢啊 我算了一下 从做菲尼莫属以来 我收到这个沙画 素描 还有那个模型 有泥仁的 有那个糖做的 很多 我家里已经可以摆一面了 谢谢啊 刚才你说你对陶艺是比较专业 我的主修是陶艺 就是工艺美术这个专业呢 是各个方面都会有设计 我们学校呢 就是每个工作室会轮一个月 然后在大三的时候会选择工作室 然后我大三的时候进的是陶艺工作室 你所使的陶艺是要烧制吗 对 是从就是一整套流程 是培养一个独艺艺术家 我们会从先绒泥开始 然后拉披 然后呢对它进行上钥 然后比方说又上彩或者又下彩 然后或者是喷的一些那种彩色的钥 然后拿去窑炉去烧制 然后窑炉烧制也是我们自己去 那个看着那个窑 然后去设那个窑温 然后把它烧出来 或者说进行一些泥条盘柱啊 或者是一些装饰的手法在上面 就是都有很多种 为什么都是学美术的 你的气质跟赵小叶如此不同呢 你就超凡脱沉 他就满身的铜臭气 并没有 就是应该像老师学习 你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 你看我们两个都穿的是球鞋 就是我继续这样的衣服 我们也有这个艺术生自己在里面的这种特质 你哪里有艺术气质 老师今天搭得非常好 你看他那个裙子就是显得腿特别长 而且很蓬松 显得整个人都很瘦长 其实我就觉得他这个桃就很容易烧哈 有两个颜色 他上面白色下面黑色 但是这个颜色搭得非常好 因为主要的那个经典流行色 一直都是黑和白 这个搭配非常的经典 非常好 永远不会过时 但是有一点啊 那个小叶老师本来平时就挺高的 你知道吗 他穿这个常识就很高了 怎么叫平时就很高 好像他的身高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艺术的 我觉得他的打扮来讲的话 他应该更显得可爱一些 如果是我 我就愿意烧制你 为什么要 用料少啊 本来以为美术生艺术生都有棱有角 没想到他还挺会来事 他挺会拍马屁的啊 他们两个心心相惜 然后心情介绍 我就看到小叶的眼神 就是那种欣赏 然后怎么看怎么美 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徐宁他的厉害在哪儿 因为他那个他是工艺美术专业 其实要在我们学校里 他学的每一个东西 都是单独的一个专业 但他能够在四年之内 把这四个专 这一大片专业全都修过了 然后其实是非常难的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上手 其实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多多关注他 证明这个孩子 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 谢谢老师 来我们来看看他的作品 要看作品 这个呢 是我去年夏天的时候 就是自己 去景德镇的那种产区 去做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的来源呢 是苹果的果旗和泡沫包装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八乘八的一个 六十四块的一个正方形 这个大体的一个远观 看起来很像一个 泡沫包装的形态 然后呢 它这个上面的那个骨包 其实是苹果的屁股 就是它的果旗的那个形状 然后我用了白色 然后中间的那种一块异形 上镀了筋 我当时是因为看到了 关于环境污染的一个新闻 动物体内有那种微塑料污染 就是很严重 然后我就想到 这个塑料污染的话 这么严重 是不是应该呼吁 大家一块去保护环境 那这个白色呢 就是象征着塑料 已经侵入到了植物的体内 就是甚至可能是 人类的身体当中 就可能都会存在 这个微塑料 那绿色的食品呢 就会逐渐地变得很稀有 所以我用了一块 金色的香菜的中间 就是来反衬出 告诉大家这个绿色 真正的绿色的食物 是有多么的珍贵 然后也呼吁大家 能够保护环境 在这个设计方面呢 我底下选取了一个 就是当时的一个过程图 这个设计 其实盖子 它是可以旋转的 我是借鉴了 那个茶壶的壶盖 然后呢 我在上面设计了两个卡扣 可以让它就是旋转 然后挂起来 又不会掉下来 然后还要考虑到 它一个收缩的问题 所以就是当时 做的时候 还是挺复杂的 这些呢 就是我平常的一些习做 你今天来面试什么 插画师 插画师 或者是手做的那种培训师 或者是那个衍生的创意礼品 什么那些都可以 如果是其他的专 就是其他的那个工作 就是跟我的专业 不是很对口的话 我也可以 我有一个疑问 我不太懂 就比如说许妮 那工艺艺术来讲的话 那你对于产品的包装设计 也是在这个业务范围之内吗 这个我们就是专业没有学 但是我可以就是自行再去学习 因为我觉得 我的学习能力还是挺强的 我觉得如果是以你的这个 行业和产品特点 或者目前在座的 我们这些企业家来说 我觉得他可以适应 任何一家企业的 跟视觉相关的这样的岗位 因为他受了一个 完整的系统训练 他只要说接触到了 他能知道 怎么把它做漂亮做美 明白了 其实刚才这个赵小叶的话 为他加分 但是也给了我们一个忧虑 就是好像他什么都能做 但什么都能做 势必就会削弱 他在某一方面的价值呈现 来 对 其实我是想问许妮 就是你对于你的职业定位 是未来走自己的创业型的 甚至说很多艺术家 他深爱艺术 他会自己做工作室的 你还是希望说 走商业化的进职场 这方面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以前是 我是想去走一些更专业方面的 但是疫情这期间 我考虑了很多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走商业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 走专业这方面的话 比较太理想化了 对 非常聪明 支持你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以上吧 倒是不高 来 第一轮选择 续火力 也都死来着不走 很好的成绩 笑一个呗 来 天生我有才 至少金山可能 自己身兼多职 攒钱买名牌包 被同事说爱慕虚荣 我错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 要看个人的爱好与追求吧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他去赚了钱 他买到了这件东西的话 那是他努力之后 他得到的东西 他应该有的 他不应该说爱慕虚荣 如果说他只是说 去追求这些东西 看别人买了一个东西 他跟着别人一起去 随波逐流那种的话 那是爱慕虚荣 我觉得这道题啊 其实不太考你的情商 我其实挺关注 你在简历上的那些表达 因为你简历上说 这个印象深刻的事 是太多了 得斩着说 你们留灯 我才告诉你 然后评价自己是高了 同事 眼中的自己是没有同事 然后就职宣言是随缘 微博名称是 不问微博 不是一个很拽拽的 还有家庭成员填了括号秘密 对 就是特别有个性和拽的状态 但是你在台上表现出来的 就变成疑人性又很强 就是其实照顾各方面情绪 又照顾得很好 你的真实生活里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很随性的一个人 但你的简历这么写出来 照理说如果我是网上拿到 这么一个简历 我不太敢面试他 为什么呀 我觉得简历特别好 我也觉得好奇啊 你会对他觉得很新鲜啊 所以你想看到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人啊 不会 所以你不是做艺术的嘛 所以你土嘛 蕾哥算是典型的理工男 他的那个思维模式 跟艺术他不一样的 他是靠逻辑的 但是呢 这份简历他虽然这么写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没有见到 徐宁本人的话 也能 想看看他 也能会 不是 你会看到画面感 你会想到那个女孩 在那一边笑着一边 但是小叶啊 他上台以后的状态 跟这个这里边表现的 没关系 很多艺术家 或者做设计的人 你看他的人 跟看作品是不一样的 但是回到我们职场本身 各位如果是给他岗位的话 你一定用的是他的本质 你们没有看到他的微表情 他每次说话的时候 表面上一本正经 但嘴角总是有一丝 诡异的幻笑 但是他应该身上是有幽默感的 要招他都问问题吧 徐宁你之前是没有工作经历的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 叫每一个设计师身后 都站着一大票神一样的甲方 那你如果要是进入到职场 那当你的设计被质疑 或者过度商业化的时候 你的接受度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想 每一个人都会关心 就比如说你的设计 不断地修改 比如说一个 你非常用心的设计上面 然后甲方一定要 在上面加巨大的logo 还很丑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就是 毕竟是甲方爸爸们 一定必须要妥协 他都说了爸爸了 你看他会不会改 特别好 对 来猪涛 会平面设计吗 就是现成上来就能用的 我可以学 来吧 第二轮选择去后流 还有四盏灯 你为什么灭啊 因为其实穿的话 是我们现在的数量是够的 我想要平面设计师 但是你需要学 对 赵夏业你为什么灭灯 因为我没有相关的设计 就是我这个岗位 给他的话是浪费 因为他的确是非常优秀 我这只需要 就是可能配合新媒体的 普通设计师就好 好 来 曹妍 五千 职位 青少年体势能板块的 这个品牌商品设计 好 刘志明 我们青年卫影给他的是 那个一个门店的 一个室内设计 就是我们是做司令影院 有很多那种 需要一些卵装 需要一些摆一些 网红打卡的这种设计 我们给他的工资是五千加 杨蓉 徐妮 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是非常有能量 而且也是非常有审美的 所以我给你提供岗位呢 是希望能够把你的 对于你的设计的理解 你对美的追求 《荣文道观光》当中 我给你提供岗位呢 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 星球是6K在北京 是 玛瑞 好 因为我们今年呢 就开始做 就是全系列的一些 女性的生活 或者吃喝用的 各种各样类型的产品 所以就是我们 给你的岗位是产品设计 考虑一下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去吧 怎么了 看谁呢 没事 我觉得 可能我这么说不太合适 可是我真的觉得 她可能值更高的价值 因为她是鲁美的呀 就非常优秀的学校 然后非常优秀的学生 不是你看谁呢 你回来你给我回来 你在看谁你告诉我 看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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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导演干嘛 导演能决定你选什么吗 你啥意思 你是没想到老板给你留灯 还是没想找工作 我是没想到留灯 我以为我会就上来全灭 那你赶紧去灭两盏 我建议你考虑马瑞 她的那个产品包装设计 跟你那个陶瓷是非常匹配的 然后那个杨蓉的那个 她也是产品设计 跟你的那个原来的专业碎口的 她那个内装设计 她要考虑很多透视的东西 以前你是没有接触过的 有请马瑞 杨蓉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这个薪酬是没有 那边是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的 你要跟她谈吗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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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加到六千吗 马瑞 这个是你的试用期的工资 然后呢 在三个月之后 如果你得表现很好的话 底线也是那样的 六千加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谢谢 德上传媒 哈奇智能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哈奇智能 去吧 最终我选择杨蓉老板呢 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工作 对于我来说 相对比较感兴趣 然后也比较对口